日本清华战争已经过去很久了,但是如今的中国人并没有忘记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灾难,并且不管时间过去了多久,不管是哪一代人都不会忘记,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了,但是伤痛是不会消失的,上一代人的伤疤也是一致存在着,战争结束还没到20年,在中国各个地方都有发现都是日本人牵略中国的罪证,其中最重大的发现就是山西大同挖出来的十多个万人坑,这个发现震惊了全中国,万人坑顾名思义就是埋葬死人的地方,就是累累白骨构成了人间地狱。 这里埋葬的曾经是十分鲜活的生命,甚至有些人还没有断气就被丢进了人坑里了,尸体要么就是被野兽吃了,要么就是被烧了,不管是什么样的手段都非常残忍,日本是一个资源非常稀缺的国家,因为日本国土面积小,所以没有资源可以开采,再上战争导致日本的资源消耗非常大,日本想要维护战争带来的消耗,就只能够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,而山西最多的资源那就是煤炭了,山西被瑞格人控制之后,当地老百姓也成为了日本人挖矿的工具,因为日本人在人口 劳动力上面也是十分的稀缺,于是中国的老公就被逼迫给日本人卖命了,中原的人民都被日本人抓了个遍,全都不去大同纲狂工工,矿工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,每天需要工作10到12个小时,但是出城的矿都是矿工们由生命换来的,专家们对于万人看到尸体进行了检验,发现其中一共有180具尸体是非正常死亡的,这就是日本人罪行的最有力的证据,但是日本人到如今态度还是十分模糊,还是没有承认。